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在中国 我大日本皇军唯一没征服的一个地方 叫中国地 这是实施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但是一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因为中国地这三个字 确实是日本关东军他们自己的战后史料里面找到的 那么我们这个故事肯定是凝聚了很多抗日制式的原型创作的 那么集中的体现在了这个赵老嘎 也就是刘宾扮演的这个角色身上 以及他的老婆 一个山村老婆 萨尔纳扮演的这个赵七身上 那么在一个山村里面这么一群朴素的农民 像这样一个倔老头 凭着最本能的保家的这样一个朴素的想法 一步一步地在战争环境里 在自己命运的跌宕里走上了为国的道路 那像这一部系列版 刘宾和萨尔纳扮在一起 是一个挺困难的事 觉得这个牌就还挺大 您觉得是这个是定角色困难还是什么困难 就请邀请他们一起出演 困难 不困难啊 刘宾当时我给大宾的打电话 我说你看看这个本的时候 我说你看五集吧 看五集咱们再谈 他一晚上先看了八集 看完八集之后半夜两三点了吧 给我打电话 我们俩一直聊到凌晨 已经激动的不行了 我觉得一个演员他能对一个剧本能够喜欢到这种程度 他产生创作冲动的话 那就没有任何合作难度了 这种难道这个故事第一感觉就是这个赵老板一定要是有的 是 就是因为是他以前的什么想象 还是因为这个 当然一个演员导演对一个演员的判断肯定是首先 根据他以往塑造过的情况 因为演员他一定有自己的风格 有自己的个性 就是他无论演过什么角色 演员本身也是有个性的 那么还要看他的这个塑造能力 也就是他的这个塑造能力的跨度 那柳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这个大家不用我说了 他演员过很多成功的角色 深入人心 那么这又是我认为是比较适合他的一个角色 跟以前的那个有什么样的不同 任何戏都有不同 只要不是一个戏他一定有不同 你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柳斌 你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柳斌 除了倔降之外 你可以看到可能在以往大家观众没有看到的这个隐含内心的柔情 这戏里有很多瞬间 你可以看到一整场戏一言不发的柳斌 你也可以看到他如何面对自己的亲人一个个死去的那瞬间的反应 最终你一定能理解当他面对鬼子的时候 绝不手软死磕到底的那种悲壮 那像李游斌就是他荧幕上的形象 和你和私底下认识了他 那当然有很大的不同了 演员肯定跟角色不能混为一谈 银幕上的形象观众比我了解 每个人心中对李游斌都有一个认知和定位 生活里的李游斌是哥们是朋友 是合作关系 是朋友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起呼喊 可以喝大酒 可以天南海外的海聊 但是一进了片场 我们就只剩下一个共同的任务 拍好这部戏 让观众喜欢 那荧幕上他是一个很严肃的形象 那私底下他有没有很幽默的演员 私底下他天天幽默 就比如说呢 他哪个 比如说那多了 哎呦这一下子 比如说大鞭子是一个很随和的人 你是畜成哥们之后无话不谈 喝起酒来 那非得拼个尼斯五花有的时候 那我们看他好像很少演那个 喜剧 你觉得刘斌能演喜剧吗 你在这部戏里面就可以看到 刘斌身上的喜剧色彩和喜剧天分 所以你才必须看戏 当你想象不了的时候 就一定要看他是怎么演出喜剧效果的 那刘斌能演一个纯喜剧 没问题啊 没问题 有没有好本 我请他演 她这次是那个跟上让说第二次合作 第三次 第三次 这次是怎么要促成 想到就是让他俩再演复兴 因为他们俩合适这个戏 没有人诚心要促成 他们俩再度合作 一定是从这个戏的需求出发 从角色出发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机缘 肯定有的 任何一个剧组定演员 也不是说死磕俩人 但是有种种原因 演员档期的问题 阵容搭配的问题 最后机缘到了 俩人就又合作了 我们就又合作了 这是天意 这是缘分 用这两名演员的现场 可能气和度会特别好 因为柳斌和萨尔娜 有过多次合作的经历 他们两个之间非常熟悉 所以表演上的默契度非常高 整台演员都是这样 我觉得 这个现场的合作的默契度 不在于你说 你们之间彼此有多熟 主要恐怕还是 大家在搭戏场的和谐度 演员 最近大家看不到太多的那种红色题材剧 这个剧是一个长红 我不知道红色你怎么界定 红色题材这四个字 我只能说中国地 是一个抗日传奇大戏 如果非要把它归于某一类的话 毫无疑问 这里面作为一个导演 我想传达的是一种爱国主义情怀 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 是一种我们中华民族的基因的传承 我认我们这个时代缺这些东西 而我们的先人都有 刚才跟柳编那个聊天 他说我问他 这个刚才是其实他是一个组织 对他身上有一种匪器 他是一个普通的山村农民 这部戏展现了他 他这个十四年的一个变化 一个成长历程 他自己说他不行 但是我还真的是有一个喜剧 他们说 李老师能不能演 李老师说他演 您觉得他能演 我觉得都能演吧 因为演员 他是一个相当相当优秀的人 我觉得 那他在剧图里边都怎么幽默呢 就是跟大家 刚才你们不都听到了吗 那个有人没人家李老师 他很可爱 对 是 但是好像很少有人非常可爱 喜欢他 可能他在剧图里边 可能跟在这样的场合里面 不太一样 李老师是身上 就在这样的场合 会不再严肃一点 但是刚才不是 还是挺可爱的 对孩子们也没有陌生 谢谢 谢谢